我属于比较乐观 比较坚持的音乐 比如我喜欢音乐 我已经坚持了五年了 有点小文艺的 我比较喜欢写东西 所以这方面的比较敏感 因为坚持所以你最好 你要把精神再过好 你才能回去想明天 余敏佳 黑龙江人29岁 大专 加姆苏大学 电子商务专业 大家好 我叫余敏佳 来自黑龙江 毕业于加姆斯大学 电子商务专业 今年29岁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求的一份 有关策划助理 温 温 有点紧张 不好意思 策划助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来 你的推荐理由 像那个你的艺名叫佳佳对吧 对对对 佳佳同学是网络歌手 而且是创作型歌手 自己作词自己作曲 所以呢我觉得 以他的这个才华 去做一个文案的策划 应该是不成任何问题 所以我推荐你 谢谢 好 网络歌手 而且是创作型的 创作了多少作品 二百多首 发表了自己的专辑吗 发表了自己的专辑 卖的怎么样 卖了二百多套 卖了二百多套 你一般来说 高产量的这样的一种创作者 你的灵感来自于哪里 来自生活 来自生活 比如呢 举一个例子 说你哪首歌 从生活当中的什么地方 来了什么样的灵感 比如说那个 上大学的时候 写的这首歌叫 《她和别人睡了》 哇 这也叫你碰的 这首歌 《她和别人睡了》 这歌是从哪儿 得来的灵感呢 这就是 自己女朋友呗 自己女朋友 她和别人睡了 你的意思是说 你受到伤害了 对 所以你来了灵感 对 我特别好奇 这首歌的歌词是怎么写的 那个人不是我 他不是我 你却和他碎了 你要我怎么做 我怎么说 怎么不难过 不要稍等一下 小苹果 让你学一首歌 你学其中的两句 你再重复一下刚才那两句 那个人不是我 他不是我 还有呢 还没唱完呢 你却和他碎了 你唱一下这一句 来 唱一下这一句 来 唱一下 唱一下 那个人不是我 不是我 你却和他碎了 你却和他 唱不出来的感觉 唱不出来是吧 对啊 你没有真实的感受 所以你唱不出来 请坐 不是挺别扭的 请坐 你除了创作歌曲之外 你一开始是干什么的 毕业之后 第一份工作是干什么 他是做太能的 然后他让我 他每天在那个 百度上搜很多图片 让我把别的那个 太能那个品牌抹掉 换成他们的 对 还换过副能的 换过副能 那你在这样的一个公司 你觉得你能学到什么呢 我觉得我特别好奇 之前大学毕业的时候 特别迷茫 能有个公司要 你就不错了 还想学什么 10年到12年在北京工作 是吗 是写歌吗 不是 不是 那是干什么 仓库管理员 你为什么会来北京呢 就是我女朋友嘛 我女朋友她在北京上学 她听我哥认识的我 她是你粉丝啊 所以 然后她那个 她听完之后 然后她去东北找我了 然后我就决定来北京 然后你们就相爱了 对 然后就来北京了 对 到现在多少年了 到现在有四年多了 四年多了 这 是哪位啊 这种粉丝练 四年不容易 我们结婚了 你们还结婚了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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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你是她粉丝啊 你现在还是她粉丝吗 是啊 你听哪首歌认识她的 就是她那个 她和别人睡了 然后你从北京到东北找她去了 对 你们俩结婚是父母同意的吗 我父母其实不同意 现在还是瞒着的吗 嗯 那你干脆趁着这个时间 跟镜头说一声呗 我觉得你 让她上她舞台来 我觉得你应该先说 你应该先说 来你先上来 上 臭小子 骗着人家姑娘啊 来 那个镜头 既然 你们结婚多久了 快两年 都快两年了 愣是瞒着别人家父母不知道 你父母是知道的 对吧 你不觉得有点对不起人家父母吗 这叫私奔吗 对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私奔 你知道吧 你为这个事 你想要跟 丈母娘 跟岳父说点什么吗 磕磕想头都不为过 你骗了别人女儿 来 好好说 不要开玩笑 为人父母的这事 其实真的挺难受的 养了十九年的闺女 就这样跟别人朋友 这样我闺女跟你玩命 对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今天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求职 叫做文案策划 其实你这段话 不仅仅是 能赢得你老丈母娘的 这个尊重 而且也能赢得 我们十二位老板 对你的刮目相看 也许现在我应该叫你爸爸 这两年 我跟你的女儿结婚了 也一直 其实有给过你打电话 但是你不承认我 然后不接我电话 其实我挺难受的 我想让你接受我 我也会推她好 我会努力地工作 来照顾她 我也想对您尽一份孝心 我希望您能给我一次机会 接受我 所以说你更要好好地爱 听见没有 听见了 你求过婚没有 你婚都没求婚 你跟她结婚 求过婚 求过婚 对 没求过是吧 就在电视里 慕妍叫她一下 这 对对对 怎么办 没问题没问题 你膝盖有毛病吗 单膝跪地不会啊 你跪一下 就让她看一下嘛 跪一下 对 来 然后两个都跪着 说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愿意嫁给我吗 不是这话 她已经嫁给你了 再坐一下 她已经嫁给你了 你只需要说 你怎么对她就可以了 以后我会用我的一声对你好 你愿意跟我 一直走到最后吗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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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来 好好的应聘工作 好吧 来 去吧 你今天是来面试策划助理和文案编辑 你干过吗 没有 你没干过你干嘛应聘这个呢 但是我觉得 因为你最近编剧也是需要天马清空的想法 嗯 其实她这两个工作其实基本上没干过 好 大家我给你提个建议啊 如果现在说策划助理跟文案编辑这个岗位 对你来讲目前稍微有点够不着的话 能不能把你的第二一项类似于像李霍元啊库管啊 这些基层的一些执行的岗位 变成你的第一一项 可以 因为有可能这样的话未来的很 这样有可能还找得到职位 可以啊 可以吗 就是各位老板认为你可以干的 可以 你也愿意干 好吧 好吧那我们第一轮印象去活流先选择一下 好还有七盏灯 接下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这两天回去就是 还彩排有 有那个 又有灵感了 灵感我写了一首歌 你又写了一首歌 你自己唱是吗 要音乐吗 我有吉他 你有吉他是吗 好 来把吉他拿好 如果你所有的选择 在能力之外了 想做的不能做 放弃了坚持的对错 没有人会再认可想想责任是什么 如果你活得太自我 活得太软弱 再软弱总陀落 在爱与不爱总选择 选择 选择了又不适合 那你要的是什么 然而我 一个就值着 平凡的经过 不过分的诉说 只想有价值的活着 找到理想的工作 这也没有什么不做 然而我 一个就值着 有时候太执着 为梦想而选择 我准备的都不合 可想做的事不能做 考虑太多 最后选择到底为谁而活 一切不要分罪 一切不要分罪错 努力总会有结果 最后看看结果 听徒老师说 这是你特意为这个上节目做的是吧 昨天晚上写的 这个文字吧 不算精美 但是这个还挺情真义切 而且很押韵 对 他这首歌特别符合菲尼默鼠 以及他这类选手的调性 他牢牢抓住了这个情感 其实他唱这首歌的时候 我想有很多人被打动了 我觉得你特别棒 谢谢 真的 虽然你写那个歌 我认为不错 对吧 我学十年也赶不上 但是我想说的是 写歌跟写文案 还是两码事儿 两个思路的 你能不能 举一个特别简单 特别具体的案例 我给那个咖啡之一想 咖啡之一想 咖啡之一想 你说一下 来来来 正好 我还想讨你呢 我就想那个七夕 七夕 你说一下 就是拍一些白领的 正常的生活 还受我老板的压迫 受我老板的压迫 工作比较辛苦 然后突然图片转折一下 然后是染耳 然后那个七夕这天 七夕这天你想给你的易逗逗 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七夕 对 然后那个我想就是 一枝玫瑰 一杯咖啡 然后比较甜静 安逸的那种环境 嗯 然后那个 就这样的一个场景 嗯 敏佳 这个我真的得打断你 可能不懂的人 听你讲这么一个 觉得能用 但是我 我感觉啊 我觉得 离商业化差太远 来问一下尹峰的意思 后来说 我是你的易逗逗 我眼睛一亮 其实广告语就可以叫 其实 我是你的易逗逗 这句话不错 就可以了 我是你的易逗逗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 可以看得出来 所谓的文案策划 他其实真的没干过 他就是做过词 如果你愿意执着地走下去 他们先不给你这样的岗位 给你很基础的 像刚才徐瑞说的 库管啊 服务员啊 我们就可以给策划 就助理港 或者策划方面的助理港 你能不能接受 可以啊 有薪水上的要求吗 我想三千五起 三千五起 好吧 其实薪水还OK 作为策划助理 来 我们第二轮选择 去过了 还好还有四下起了刘登 我们来听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刘家勇开始 你如果特别笃定你的梦想 我愿意给你我们 福能集团 整体总部在北京的策划助理港 好 谢谢刘总 对不起佳佳 我没有办法欣赏你 但是呢 我之所以留灯 给你这个机会 是我欣赏你们两个的爱情 因为这样子的爱情 对我来讲 简直是梦幻到不可言 那如果你们真的有机会 愿意留在北京的话 乐活成有机食品 可以提供你一个 在电子商务里面的 营运兼餐馆 明迦 其实我也很喜欢你 最打动我的 还是你们的爱情 我觉得女孩子好了不起啊 这种时代 如此的裸昏和爱情 好珍贵 祝你们幸福 所以我咖啡机 愿意提供给你一个工作的机会 其实蒋老师 我现在不知道把你放到哪个岗 我就给你一个营运助理的工作 进入整个大的营运团队 然后看看从哪开始 我给你工作 因为你符合最基本两点 你诚实 有责任感 所以我给你的是我们 集团行政部的一个普通的专员 其实啊 这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应该是第一次 因为一首歌和一段爱情 打动了四位老板 这以往好像不太可能嘛 对不对 这是第一次 打动了这些老板 给了你一个机会 未必是你想要的 但是给了你一个机会 来与梦想更靠近一点 好不好 接下来是四盏灯 其中灭掉两盏 请 谢谢这位老板 谢谢吴迪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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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刘家勇 隐风谈前不断感情 写好了吗 请揭晓 好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问他们俩 尹总这边是包 尹总是包 吃不包住是吧 如果在 如果在北京加盟公司 是包住不包吃 吃自由 如果是在营运系统 在店里面是包吃包住 还有问题要问吗 来 15秒钟请考虑 但哪个都没有 咖啡之一 福能集团 或者是谢谢再见 不用了 谢谢再见 这 好 很显然我们要问这个问题 你说三千五以上就可以 现在有四千的 而且你也说了 任何基础岗位你都可以做 为什么今天谢谢再见 我们很受伤 我们一直觉得你很诚实的 对 不要在最后把这个诚实的外衣给撕掉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 就是突然间 突然之间 什么叫突然之间 余敏佳 我现在非常生气 我告诉你 我觉得你涮了大家 别别别 大家都冷静一点 我希望真的给他一个机会 我这么说吧 这么说 你就是说 最后的一个就是选我的原因 选我的原因的话我会去刘总那儿 但是我特别想去咖啡之一呢 他认可你这个人是吧 对 他认可我这个人 不是说 然后你这人隐风 是因为爱情来录用你 我就特别纳闷 我觉得 那个余敏佳 余敏佳 如果有一个人 因为你的爱情尊重你 他错了吗 对啊 这就是他 他俩是没眼光吗 在我地底下可能是可怜我 但是我想 那不是 说的是你真的是错了 说句实在话 就这两个公司而言 他们提供的职位 没有一个是你擅长的 没有一个是你干过的 他们之所以四个人 都给你留灯 不可能是因为你的能力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是因为你对爱人的态度 对感情的责任 你的奋发向上 才给了你 这样的 你现在要的是生存 是马上把这个 你们俩结婚两年了 刚才还跟岳父 说了话 我会好好对待他 你现在是生存下去 别人对你说什么 很重要吗 并不重要 更何况别人 并没有辱墨你的尊严 所以说我觉得 你没有什么好慈悲的 你写了这么多歌 唱歌的时候 大家伙都挺喜欢 最后留了四盏灯 还有两个人 全心全意要给你工作 其实在很多的选手的 比较之下 在这个舞台上 你不是最差 所以以后要自信起来 有的时候自卑 不是别人认为你自卑 是你自己认为自己自卑 好不好 祝你一路好运 跟老婆一块走 好吗 你自己本身有点自卑 所以就想把问题想复杂 其实当时我觉得两个都可以 一个可能是更温和一点 更温馨一点的环境成长 另外一个就是 可能真是在打拼中 让他成长起来 但是他自己可能真是没有准备好 所以就都没有选择 我们还是